我们做特色农产品啊 一定要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这个项目 打造我们本县或本县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名片 一个王牌 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你在有染于你当地政府这些资源 我给大家说一个案例 大家都知道河北成德盛产呢 是那个野金集 就是那个玫瑰嘛 野玫瑰 那个这个野玫瑰啊 事实上是在他们当地某一个乡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他就打造了一个叫玫瑰之香 玫瑰呢可以生产出玫瑰花茶 玫瑰花酒 玫瑰花这个月饼啊 很多很多系列的产品 这个产业链啊已经存在了 然后呢当地的农民对于这个野玫瑰啊 这个产业啊也很熟知 那个东西生命力也很顽强 但是呢就差一个突破口 什么突破口吗 就是这个社交化突破口 就是少了流量 少了很多很多人关注 以前他们常年什么 把这个产品啊供应给这个大的批发商 放到超市里买啊 大家看一看 那很多很多的野玫瑰茶哈 那一斤都很贵 是吧 那他们自己的话 一直是不无法占有这个下层的顾客和这个渠道资源 可是互联网来了 短视频来了 社交化电商来了 他们就想的话呢 往前走一步 那么他们用了一招非常非常简单 有效的方式 找了很多很多什么呢 大大小小的可能不是网红 但是呢人家就非常聪明 有染嘛 就是人家是做这个短视频的 那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什么潜力网红吧 人家可能就一个粉丝 但人家是这个领域的人 所以呢 就邀请了大小小的几百人 组织几百人就免费的 就是我提供免费的参观 你到我这来了 然后吃的呀 住的就是当地的那个特色的那个山庄嘛 那就很多家家户户 那都有那个土炕嘛 然后的话的人来了 然后至于说来的过程当中 录费什么呢我不管 但是你们这些人来了时候是不是拿着手机来啊 拿着照相机来啊 我给你提供素材的地儿啊 是不是啊 所以很多很多人一组织啊 就几百人去了 在去这几百人过程之前 他呢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的这个棒的事 这个创业者在当地也是乡镇企业家呀 啊 他呢就邀请了当地的县啊 这个关系都很熟了嘛 邀请了县的记者啊 电视台呀啊 包含有关系的朋友之间的这些啊各个部门的一些朋友哥们啊来捧场 然后都给整个嘉宾带个花嘛啊 你就永远记着 只要到你家企业到你个平台 一定要给花啊 给他时间让他发言啊 他一发言啊 他就什么喜欢了 是不是啊 这个啊 热烈欢迎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一天的话全是白场了啊 这个领导来讲啊 那个领导来讲啊 这个乡镇企业家来讲 那个乡镇企业家来讲 这些乡镇企业家越讲越亢奋啊 啊 好多几百个人都拿到手机也给他拍啊 不知道真拍还假拍 摄像机一样的一放啊 麦克风一样的一放啊 呃 所以的话呢 这个当地的这个县委啊 主抓这个招商的啊 主抓致富的这些县委领导本身关系很强嘛 啊 就说了一话 说我们要把这家企业 这个野金集当成我们乡 我们县的名片 因为大家要明白 每一个乡 每一个村 每个县都要有名片 名片意味着啥 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任何个地方说 我是某某公司的吗 那你说县长出去的时候 他说啥 我是某某县县长 多俗啊 是不是啊 你得拿你们当地的那个土色产吧 是不是啊 说这个县盛产这个 这是人家那个政府的招牌名片 所以呢 他成为这个名片之后 他这个企业和这个创业者 还有这个粉丝 然后加上这个短视频 偶合在一起啊 产生了很多很多这个正面的啊 这个裂边化的这个反应 结果人家这个小镇 人家这个产业链火了 你们有什么可以思考 或者说借鉴的一些思维呢 我是孙鹏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每天都有原创的短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啊 谢谢 这个视频 你看着我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有些关注的 我们下帮忙的 我们下帮忙一个 我们下帮忙一个 我们下帮忙一个